台北市长柯文哲再出新招 现在磨刀霍霍 指向这个要再砍市府公务员的 加班费5亿元 以及交通补助费9亿 还说已经吓跑了几位副局长了 而庄熟分婉拒接副市长 接下来的人选呢 柯文哲说要保密 避免再有人被吓跑了 违剑财无赦 台北市第二大违剑 就是仁爱路上的红恩医院 医生出身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毫不留情面 违剑就是违剑 你管他是医院还是什么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下一步要对立坎 坎向市府员工的荷包 柯文哲说一年市府去付 5亿元的加班费 9亿元的交通补助费 他已经再摸到了 当初有交通费是要留住人才 就北北基或是桃园行主的人 我相信台北市人才就很多了 上任没几天柯文哲大刀阔斧 不过拆了公车道 传出交通部要追逃补助款 八年都完全没有用 交通部队这种浪费的工程 有没有考核机制 有没有事后追究的机制 你今天还好意思来跟我讨钱 我都还没追究你私职 柯文哲呛辣作风 担心就是公务员受不了 然后逃跑 庄淑芬玩具复首 接下来人选是谁 柯文哲保密到家 就怕先曝光会再被吓跑 接下来人选是谁